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进入六年级社会课线上教学 现在请小朋友拿出社会席座 请大家搬到第十二页 首先我们要先认识一下诺贝尔和平奖的由来 诺贝尔和平奖是由挪威这个国家所设立的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每年都会向 为了促进民主国家团结和平进到最大努力 或是做出最大贡献的人 为这些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 那这个奖项第一次颁发是在1901年 当时就有两位获奖者 其中一位获奖者呢 就是我们起座第十二页所提到的亨利杜南 好那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亨利杜南呢 他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亨利杜南呢 他是瑞士银行家和人道主义者 他也是红十字会的创办人 他将西元1859年出差的时候 目睹到的战产场况呢 记录在他的著作里面 那书中就提出成立救护战争商换组织的构想 因此又促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立 那这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他是在西元1863年成立的 所以说这个亨利杜南呢 他是为了人民的安全生活的权利 而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位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事迹 那西元1971年 法国医生们呢 在奈吉利亚内战后 成立了无国界医生的组织 他们深信任何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 因此自立于战乱及贫穷地区的医疗 其服务据点入口呢 他们就会放置禁止武器进入的标语 宣示如果要接受治疗呢 就要放下武器 那第二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 就是无国界医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事迹 那第三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是马拉拉 他生于巴基斯坦 他是巴基斯坦人 他10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透过网络发声 让外界能够看到巴基斯坦的人民呢 是怎么样受到塔利班的破坏 所以在西元2012年的时候 他在校车上遭到了塔利班的枪击 他破旧之后呢 他就一直持续为那个女童的受教权 一直争取权利 他是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 他在17岁的时候呢 就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位 传递爱与关怀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那第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 伊索比亚的总理 他的名字叫阿比阿迈德阿里 他为了解决跟邻国阿里垂亚多年的边界冲突 他一上任呢 就展开 就跟这个国家就和谈 然后抚平战争的伤痛 开启了两国之间的友好的交流 这个伊索比亚呢 他是非洲的第二大国 这个国家的稳定呢 也为非洲带来了很好的效益 那也促进了伊索比亚呢 跟其他国家的友好情谊 那以上呢 就是第十二页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事迹 好 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社会习作的第十三页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 第一个问题呢 他说 左页四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 那么请将代号填入表格当中 那我们先看一个 让世界看见巴基斯坦 遵受塔利班破坏 并极力争取女童受教育的权利 这应该是哪一个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贡献呢 那不会的小朋友呢 你可以看一下第十二页 从第十二页里面呢 去找答案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提出救护战争伤患组织的构想 促成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立 好 这个很明显嘛 答案是哪一个 好 不会的 可以马上看一下第十二页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 主张无论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 任何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 这应该是跟医疗有关系的 好 来自己写一写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你最认同左叶哪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贡献呢 好 那这一题呢 就是自由发表 好 那例如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你也可以怎么写呢 你可以写说 我最认同 无国界医生 好 好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健康无价 好 类似这样 好 那老师讲的答案 就是 仅供参考 好 那现在给你们 好 一分钟时间 好 赶快写一写 好 时间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 他说 请依照下方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 勾选出左叶诺贝尔和平奖 获奖人或组织为弱势者争取的权利 好 那以下这六个呢 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 宣言的内容 他这个内容有哪些 第一个 有保护隐私的权利 好 第二个 选择信仰的权利 第三个 安全生活的权利 第四个是参加集会的权利 第五个 接受教育的权利 第六个 接受医疗的权利 好 那我们看一下做第十二页 四个诺贝尔和平的和平奖得主呢 他们为弱势者争取的权利 有没有符合这六个呢 好 那请大家来想一想 好 那老师就举个例子好了 好 那 在 吴国界医生里面 那吴国界医生呢 他是为了 医疗保健 的问题 来争取 来争取权利嘛 所以呢 这个 吴国界的医生呢 他就可以 符合了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的 接受医疗的权利 你这个地方就可以打勾 那这个第三大题他是复选题 那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哦 好 那请小朋友自己写咯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呢 他说请说一说 右图可能与左页的 合者有关 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好 那这一题呢 也请你写在习座里面 好 那你可以根据 好 右图的这张图 好 请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了什么 一个圆圈中间有 好 一横 好 这是代表什么 镜子的标志 那镜子的标志里面 好 是什么物品 是不是都是武器 好 所以呢 这个标语的意思是什么 镜子武器 那 左页的四个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哪一个是跟武器有关系的 你就可以写下来 好 那你的判断依据 你可以从这个方面去 好 左手 去想 好 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好 好 那接下来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老师要请小朋友完成 今天的这个习坐第13页 今天要全部完成 完成之后呢 请小朋友 在写社会作业部第24、25页 好 那今天的作业是这两项 如果有学习上的问题呢 小朋友呢 可以在群组发问 好 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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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